各位心理院新观点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Allen田方伦 欢迎来到大家这个心理院新观点 那今天的主题叫做抓到了 抓到谁抓到什么 抓到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物呢 跟大家报告 抓到了北柬的发言人是谁 就是民进党 很奇怪北柬为什么发言人是民进党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跟方伦我一样 一开始都有这个小小的疑问 小小的疑惑 为什么说发言人会是他 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可以帮他发言 想请问大家一下 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 有没有看到民进党的脸书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 因为呢 这一个脸书 大概上线有没有几分钟啊 来我看一下 大概不 一下下而已 民进党官方网站的脸书 上面写 民众党没有说的真相 胡乱指控司法来混淆视听 民进党 民众党啊之前这个指控北柬 侦查办案这个金华城的相关的事实 一 检掉超越拘票搜索范围 真相是什么 哇 民进党这一篇脸书 写的洋洋洒洒 还做了四张大图卡 告诉你这是民众党没有说的真相 那好奇怪啊 我想问大家一下 请问一下北柬 台北地检署 你们发言人是民进党吗 你们发言人是谁 北柬你自己没有新闻稿吗 如果你觉得你被胡乱指控 你自己可以发言啊 你自己可以说啊 为什么是民进党 跳出来 帮北柬澄清呢 为什么是民进党跳出来 哇 帮大家帮你北柬跟大家说明说 哦 为什么这一次啊 抓柯文哲啊 哦 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哦 柯文哲有没有被疲劳争训 啊 柯文哲有没有怎么样 我们深压理由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是沈庆金 为什么是应小微 为什么是这个彭震生 啊 为什么柯文哲最后五宝 这些问题是你民进党该回答的吗 这些问题是民进党该说的吗 你今天自己掉入这个自政陷阱 什么样的陷阱 就是你要跟人家讲说 民进党没有指挥 检掉办案 呃 发言我在各个节目里面 我不断不断重复一个最上个月的民调 因为现在九月份了嘛 上个月的民调 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说 民众对于司法检调单位的信任度低于50% 民众对于司法检调单位的信任度低于50% 那换句话说是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办案也好 审理也好 你做的任何的决定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是对你提出质疑的 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自政清白的同时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 继续的把这些问题 攻在大家面前看 很简单啊 你为什么自己该出来说明 你没有说明 是民进党还做图卡 还是说你们共用同一个小编 当初图卡做错了啦 拍摄啦 下面应该要放的是这个台北地检署啦 是这样子吗 这样做合理吗 然后更好笑来咯 民进党的脸书发文之后 过没多久 自己下架 自己下架 紧急下架文章 然后发一段讯息叫做 有关上篇文章 提及近期重大法律案件争议说明 文章与图卡的内容 揭取自官方声明稿 用意在指提供法律常识见解 然经讨论后 却有让人不当联想之疑虑 故予以删除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不应该讲出去嘛 你自己搞得清楚说你这个东西不能说嘛 民进党自己发现 糟糕了 这是我们内部看的资料 这不是拿来给小编po文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新媒体部 你们这个小编们 你们的新闻你们的发言人系统 出大包啦 这个我不会怪王毅川 他是政策会 请问要发言人 吴征 给大家一个答案吧 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要直接干脆赤裸裸 跟大家承认 这个案子 民进党在里面花很多的力气 就是为了要把柯文哲弄下来 我跟你讲 节目到这边 我必须要跟大家很诚实的说一件事 我 我个人 personal 从2014年开始 柯文哲第一次选台北市市长 我就是柯黑 我觉得因为第一 他的立场啊 属性啊 发言啊 我没有办法 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苟通 所以我会提出非常多的批评 包含他在台北市政府 当市长的任内 我也提出诸多的批评 网路上啊 各种文章 你们一定多多少少 去查都有 但是此时此刻我跳出来 不是要帮柯文哲 哇 占清白阿伯回来了 没有 我要帮的是司法检调单位 我要帮的是我们的司法检调系统 你们要告诉人民 你值得信赖啊 结果你现在告诉人民的是 你真的信赖啊 你真的信赖啊 赖清德的赖 简调单位办案 现在变成这样吗 对柯文哲 你有没有 去做你应该做的公平 程序 正义 更重要的是 你的罪行到底 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不然以后 面对政敌 我管你有没有罪 我管你有没有罪 我就派一群哥布林 派我们的检调系统 去你家给你搜 被你弄得乱糟糟 然后通知所有的媒体 都来拍 在你家门口把你带起来 然后 然后新闻媒体就会下标 通通带走了 你家门了 你家门了 敢没打 可以吗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此 你们觉得这样做合理吗 我不是说柯文哲这一次净化成的案子没有问题 柯文哲这一次净化成的案子大有问题 真的问题很严重 因为你现在柯文哲跳出来跟大家讲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情 我不会去过问单一个案 那都是假说的 你就是台北市市长 你就是台北市市长 你就应该要负责起相关应的责任 然后最后那个章 即便你跟我讲 那是假章 那是彭正生盖的 彭正生决行 他还有什么都委会的决议 你就是台北市市长 就拿你之前骂郝龙斌 你之前骂其他县市首长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此时此刻 柯文哲出来跟大家讲的 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 今天检调单位 不管是受到检举 或者他们自主调查 现在想要把这个案子做厘清 社会大众确实是很关注 但是检调单位 你们的公平性在哪里 司法单位 你们的一致性在哪里 请问一下 各个单位 你们再去做这些事情 去搜索人家 去约谈人家 甚至要把人家 扣在里面 五十几个小时 想要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你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厘清案情 你最后让人家 吴宝请回 我不开玩笑 吴宝请回那一刹那 是黄国昌 拿着手机 拿着麦克风 跟人家讲 吴宝 阿贝 柯文哲 吴宝请回 你是想要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讯息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你想要逗柯文哲 你想要把柯文哲 抹黑抹脏抹臭 第二个层面 就是告诉大家 司法闲调系统在乱搞 不就是如此 结果你们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你们的猪队友 真的是猪队友 民进党跑出来 哇讲一大堆话 就紧急下架 说什么 这个我们都是讲解法律常识了 但是有不当联想 不用不当联想 就是如此 司法值不值得信赖 因为司法就信赖 就是这么简单一回事 对我来说公平性很重要 你今天要抓柯文哲 你今天认为他 在台北市市长 任内有重大事件 容积率 有没有图例问题 我百分之两万同意 去查 去查 一定要去查 但是 今天是北检 来熊检 我在这边 想请问一个问题 高雄市市议员邱于轩 他在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就有针对高雄国宾饭店的 都更案 拿到1130级的容积奖励 容积率 他针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 他在质询 总质询的时候上面提出来 这个案子不合理之处 我跟你讲 现在大家一定 一定起手是就会说 两个的地幕不一样 一个是商三 一个是商五 什么什么的 我来 跟大家说明白 不要听别人随便讲 你自己要去做功课 我自己也是稍微做了功课之后 才发现 邱于轩讲的挺正确的 他提出质询的点是什么 邱于轩非常清楚 高雄国宾的这个位置 这个location 没错 商五 你现在给的这些 当然跟金华城不一样 不是什么绿玉建筑 自己再加上去的 不是 他拿的容积是什么 为老 危险老旧房屋的专案 所以会多给容积 鼓励你做都市更新吗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百分之两万支持 当然要支持啊 如果大家愿意去 把房子做更新 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安全 大家住的更有品质 可以住的更好 没有什么坏事 但是为什么高雄国宾 这个事情要特别被提出来 是因为国宾他们在送件的时候 左手找了祭司工会 跟他们说 我们来检验 我们自己是不是围老 一夕之间 你一个大饭店 一夕之间变成危险 变成老旧 但是在同一时间 他一边做检验的同一时间 高雄国宾依然在租房子 就是给大家住宿嘛 你依然在营业 你依然在大饭店的事情 即便最后已经合下来 因为前面你跟我讲说 我只是找建筑师 结构祭司来帮我们看看 我们的房子安不安全吗 我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 OK 我都相信你 那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说为什么你们今天围老 诶确定哦 危险哦 老旧哦 一定要赶快猜 赶快换新 刑事政府依照这个报告 给奖励 让你与法有据 我都OK 结果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他左手已经拿到了 但是房子还没有要采 那我们就继续做生意 饭店继续收客人 诶 如果你现在回头来看 当时去住房子 住国宾饭店的这些人 这些人 你是不是在一个高度危险的 环境之下住宿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吧 这是安全的问题吧 结果你连安全的问题都搞不定 然后你跟我讲说 我现在要读根 我拿了这个检验证明 从中到尾好像就一位 计时签证 然后跟我讲说 这样的容积给的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难怪人家议员会想去质询 我觉得质询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你要告诉大家嘛 这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太过粗糙 是不是滥发容积 是不是特别图利给他 是否有责任跟义务 高雄市政府有责任跟义务 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说明白吧 因为你只有讲清楚 说明白 跟人家讲说 我们依据的什么资料 好那我们就回头来看 这个 这个不知道他是建筑师 还结扣技师啦 因为做签证这个人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 你签证了 你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合乎规范 有没有合乎规定 不然你这个容积不能乱给的 大家都会讲说 金华城从五百四变八百六 等于多给了金华城 给了威京集团 两百亿的这个利润空间 我觉得用同样的标准嘛 大家也应该用 用相同标准 去看高雄国兵的 这个一千一百多 一千一百三十几的容积嘛 那北剑有没有要启动嘛 不启动的话 你也跟大家说明嘛 取得人民共同的信任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会 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 其实很简单 昨天我跟牛许庭委员 也在我们那个心理院新观点 跟大家聊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一个关键 赖清德 现在是对检调单位 开绿灯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什么叫开绿灯 就是我管理什么案子 都查 都处理 都做 因为我们用同样的标准 去审视 柯文哲卸任 因为从这个 金华城 从2020 到现在 有一段时间 陈疾 然后去确认了 有没有相关的罪证 然后你去办这个案子 我没有意见 时间差不多 你们去看 郑文燦的案子 郑文燦 他在当 桃园市市长的 任内的案子 就已经发生了这个问题 这问题不是七个月前 不是七天前 是七年前的案子 然后现在才被拿出来 去处理去做 而且仿佛只聚焦在一个案子身上 那大家就要去疑惑了 为什么郑文燦 七年前 都没发生什么问题呢 都没有困难呢 为什么他可以不但 哇 当晚桃园市市长 还可以一路做到行政院副院长 在我们的行政体制结构之下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啊 还是因为他当时贵为行政院副院长 所以检调单位不敢处理他呢 一定要他下来 等到他变成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才敢处理他吗 还是好巧不巧 一定要等到520小英总统卸任之后 才敢处理郑文燦呢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司法检调单位 在人民的信任度当中 如此之低 低于50% 有过半数的民众 对于司法检调 是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吗 七年前的案子 现在才拿出来 请问一下 你难道你不是政治打手 谁才是政治打手啊 这么久以前的案子 现在拿出来 处理 然后你所有提的证据 所有提的记录 所有提的监听的译文 等等的 都是七年前 所以你现在此时此刻 跟我讲说 司法检调单位 值得大家信任 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因为我目前看起来 你在处理柯文哲这个案子上 特别用心 处理柯文哲 处理金华城 处理彭正森 的案子上 你非常用心用力 缤纷多路一次搜索 大动作怎么样 然后你跟我讲说 我们侦查不公开 这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了 你侦查有不公拍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五 检调单位去搜索 柯文哲的住家 还有民众党党部 的时候 有一个媒体人 资深媒体人 叫周玉寇 哇 把故事讲的活灵活现 仿佛自己就在现场 说什么柯文哲在哪边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 这位资深媒体人 这个 在纵横政治媒体界 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深媒体人 周玉寇小姐 周玉寇女士 我对你都是尊称 您到底从何而来这些资讯 逻辑上 那天在柯文哲家里 我相信柯文哲应该不会打电话跟你讲 我也相信 陈佩琪也不会发LINE给你 给你报告现场状况 那 是不是 检调单位 maybe哪一个小帅哥 觉得我一定要跟 寇寇姐 报告现场状况呢 maybe哪一个小帅哥 想说 我一定要跟寇寇姐说明一下 我们现场办案的时候 哇 柯文哲表情怎么样啊 陈佩琴紧张啊 我们搜了哪些东西啊 暗格里 翻开跟郑文餐不一样 郑文餐暗格里面有600多万 柯文哲家里看起来没有 有的话早就讲出来了啦 有的话早就讲出来了啦 但是为什么周玉寇可以知道这些所谓的办案细节 不是跟我讲侦查不公开吗 我会觉得说侦查不公开是一个 我们应该共同坚持的一个价值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侦查是选择性公开 侦查是选择性 我要挑哪些讯息 不断公开 不断给媒体 不断给名嘴 不断给节目 不断的给这些人一直讲一直讲 让他去在节目上也好 让他去很多的地方也好 到处去放消息 造就了一个 当天哇 把柯文哲讲得多么惨 多么怎么样 表情如何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叩叩姐你可能人在现场 只是大家都没看到 maybe你可能躲在衣柜里面啊 maybe你可能躲在床底下啊 这是用听的 偷看偷瞄 诶 柯文哲表情是这样 陈佩琪表情是这样 请问一下 周玉寇 大前辈 资深媒体人 纵横政治媒体圈 超过半世纪 有你这么优秀精彩的经验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只有刚刚这两个选项 对不对 因为不然就是 你真的要加 那不然就是柯文哲跟陈佩琪 打电话跟你讲 传LINE也可以 干不柯里 那这些讯息 如果侦查不公开 你从何而知 因为我相信周玉寇讲的一定是实话 但是大家觉得呢 你们觉得到底他讲的是实话吗 不然就是侦查 有漏洞 有人跟他报告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啦 我们今天把这些故事谈回来 我觉得核心价值还是一样 你在处理 柯文哲 你的手段如此之凌厉 你在处理高雄 这个高雄国兵的案子 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大动作 maybe你还在侦查阶段 你在处理郑文燦的案子 却可以蓄力如此之久 我们很像在打电动 放大招之前要蓄力 急气急气 一急急七年 果然这一急打出去之后 就把郑文燦打掉了 就让郑文燦要缴2800万 但是判决的东西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要学王世坚 王世坚说 柯文哲如果没有被压 还要赌 要赌就赌大的 高空弹跳 但是现在目前柯文哲没有被压 所以呢 他要干嘛 他就说 稍安物造 陈水扁也被吴宝请回两次 我们就继续看 这故事会怎么样进行 但是我觉得 大家最关心的是 司法的正义 司法是不是成为政党打手的工具 司法是不是成为民进党 用来排除异己 打击政敌的工具 这才是现在全台湾人 最关心的核心议题 因为只有把这件事情捋清楚 讲清楚 告诉大家 说 我们司法单位 绝对没有受到任何人指示 绝对没有被任何的压力 绝对没有看顾这个人情事故 我们都是独立办案 独立作战 单兵 这个 全力为人民追求真相 那也可以啊 但是 起码我看到 昨天晚上 民进党的脸书 帮北俭说了 非常完整 他们心底化之后 还帮大家做了 法律小科普 然后 紧急撤文 其实大家心里自然有一把尺 你说大家心里会不知道 你们跟民进党关系如此之要好 你相信吗 好 在讨论到这个 很多的所谓的国内的司法政治议题之后 还有一个政治议题 我也想再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 因为这个是刚刚才出炉的 新资讯 什么样新资讯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韩国瑜院长 因为他会为立法院的院长 他就是这个国庆 因为立法院院长 一直以来都是负责这个国庆大典的活动的主办人 所以呢 最新的这个设计已经出来啦 那也符合韩国瑜当初所说的 这个叫做中华民国元素 然后呢 把这个双石 还有我们的国花梅花 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天白日 是没有看到这个太阳啦 但是这个白色蓝色红色 这样的造型的元素 意象又给他加进去 他在上面的文字 因为刚刚可能进 在看直播的朋友可能有看到 但是很多朋友们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他在下面文字的部分写 中华民国生育快乐 那也加上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上面 然后底下的英文 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了 他叫做 A beautiful Taiwan today A better Taiwan tomorrow 就是 现在的台湾的美好 然后对于 明天 对于未来 我们台湾是有期待的 那 请问一下 我这个 这个图片 其实才刚PO出来 没多久 因为中午才更新的嘛 哇 不开玩笑 底下一大堆人 就开始讲说 这是什么 华国美学啦 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啦 有些人就直接大骂 多丑 什么美学直接回到30年前啦 这叫有够土有够俗 难怪嘛 这就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赖瑞荣之流 看到韩国瑜 看到国民党 看到也有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元素 你就要直接骂他低级 骂他俗气 直接骂他嘛 是不是 你这样直接的批评 想请问一下 民党过去执政这几年 把中华民国放在哪里 台湾National Day 台湾的意思 你想代表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取代什么 当赖清德 这个所谓的 务实台独工作者 到此时此刻他现在已经跪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们期待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的是你们不断想去颠覆 不断想去割去 到国外的时候 哇 把青天白日满地涌 其实我一定要举高高 一定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来自美丽的台湾 你要看这是我们的国旗 回到台湾你们自己是多么的不屑 不屑一顾 在这上面的留言 有人就说 你看 这个跟韩国瑜 你自己在选总统的时候 配色一样了 这样的颜色 就是华国美学 我很疑惑 请问一下 配色一样 中华民国国旗不就是 蓝的 白的 红的 三个元素加在一起 那请问一下 这样的元素 不就是我们国旗的元素 不就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元素吗 你们一直去跟人家讲说 你看现在不管是什么奥运 怕运 我们要叫Chinese Taipei 这都是国民党的锅 那请问一下 民进党现在执政了 八年 第九年了 这一段时间 民进党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可以在国际上 讲话更大声 我也在期待 拿什么 你告诉我说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在 听台湾挺台湾 可以 我也很期待 但你拿出来实质上的东西是什么 在外面你跟人家讲说 我们要拿国旗 结果在自己 我们国家的生日的国庆大典上面 你却嫌弃这样的东西 叫做丑陋 叫做低俗 那你是在挑战 怎么样 人民的智商是不是 你试图就是把这样的美学 很丑陋 很什么的 你就是想标签话 这一些现在跳出来的1450 这一些跳出来的人 这些在批评的人 你在讲各式各样的言语之间 你有没有思考过 奇怪 当你 因为我现在也跟大家报告 就是这几天在天母棒球场 是U18 中华队要对上很多都是年轻 非常年轻的这些棒球选手 U18比赛正在进行 我昨天到现场看 第一场中华队对韩国队 中华小将非常厉害 一比零拿下胜利 诶 请问一下现场有谁在发国旗给大家吗 现场有谁在告诉大家说 诶 我们应该要帮中华队加油 我们要大声的喊出来 有吗 没有诶 也没有发国旗给大家 也没有人自己把这个元素提出来 然后你跟我讲说你现在到法国帮我们帕运的选手 上个月到法国帮我们奥运的选手加油的时候 我不能讲我们台湾 不能举我们青天白日满地龙旗子 我觉得好可恶哦 都是别人打压 都是别人的错 都不是你的错 都不是执政者的错 都不是民进党的错 都不是赖清德 都不是蔡英文的错 哇你们真的很厉害 话都给你们讲 这只是个影头啦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你们知道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一个邦交国 是谁 有人可以给我答案吗 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 好五四三二一 范蒂冈 罗马教廷 我们在跟范蒂冈跟罗马教廷有实质的邦交关系 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宗教自由 我们有民主我们有自由 这应该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范蒂冈跟罗马教廷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权 对于宗教是有管制的 是有限制的 他们非常有意见 但是呢 过去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是不会认同任何一个二路 这个范蒂冈所派准的 他们所谓的在这个区域的教会领导人 他们不准这件事情发生 从2018开始 中国大陆政府透过外交部 透过大大小小什么什么的活动啊 宗教事宜啊 很多的去跟罗马教廷 去跟教宗接触 去做非常多的讨论 现在一步一步双边开始有沟通了 这不但有沟通 而且还有退让 所以在今年非常有可能 是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Francisco 他应该会去北京参访 换句话说是什么 一旦这一次非常顺利的成行了 有没有可能老共就直接要跟范蒂冈建立实质邦交关系 我们这些所谓的台独分子们 因为他只要范蒂冈一旦跟中国大陆建立邦交关系 就相对的一定会跟中华民国断交了 但这些台独分子们 你们永远只会说 都是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打压我们 我想问问我们最新任的外交部部长 林加龙部长 加龙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花了多少精神要去维持我们跟范蒂冈跟教廷的关系 你能拿出什么让范蒂冈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跟中华民国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是民主的 他们是法治的 他们对宗教是认可的 请问一下我们林加龙部长 你告诉我一下你的策略好不好 真的有媒体去问哦 来我看一下媒体怎么说 林加龙部长表示密切关注 没了 就密切关注啊 请问一下你要关注什么 我告诉你怎么密切关注好不好 那个范蒂冈 每天他们会有新闻出来 新闻一出来我帮你印出来了 哦 放在外交部部长的桌子上 你每天看新闻哦 今天哦 那个方济各跟中国的这个代表有对谈了 嗯 我密切关注 今天教宗方济各已经决定可能要去北京 要去参访了 我密切关注 他们参访之后双方交谈甚欢 对宗教议题上面人权议题上面有很多的交换 我密切关注 那我要你外交部部长干嘛 你们把这样的外交的工作做好很难吗 到时候真的搞到断交了 你永远都是推给老共一句话 中国打压 然后呢 没有然后啦 这就是我们现在外交部每天 可能每次都在准备工作 全世界就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会被大家笑说你是断交部吗 他们断交的SOP作业流程很熟悉啊 撤侨的撤侨哦 拆国企业拆国企业 拔牌子的拔牌子 收东西的收东西 我我比较关心的是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去尝试做些什么 把这段情谊把这个邦交保留住 但是我起码我在媒体上所获得的资讯最后都是密切关注 没了 那会不会让人觉得心寒呢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呢 还是这个坏习惯是吴钊燮教你的 小英政府时期蔡英文政府时期 就是吴钊燮当外交部部长 来 大家知道吴钊燮部长在他任内 最伟大的事迹是什么吗 就是断交了七个邦交国 但是他的位子铁打不动 但他的工作依然稳固 但他一样可以把外交部部长当到5月19号最后一刻 跟蔡英文总统一起同进退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在这几年外交的预算增加了多少 尤其是机密预算的部分 而且这些机密预算 还可以直接堂而亡之的 跟所谓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说 不行 钱你要编给我 但是我们很多地下工作要做 所以不能写出来 难以监督 不能跟人民报告我们钱花去哪里 我们给外交的这些费用到底花在哪里 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太平洋小国 或者非洲的邦交 或者甚至在我们的南美的邦交 包括我们现在欧洲的邦交 我们花了哪些的费用不能说 但我跟你讲 会让大家存疑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驻美大使 于大雷 他花了上百万美元去装潢自己的地方 花了非常多的预算 非常高的价值 换了咖啡机 然后用公务车 载着他的家人一起出游 看看樱花 看看公园 这样的生活 好惬意 好快乐 但这些花的是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你跟我讲 我们的外交预算如此之高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费用 只要外交出了trouble 通通一句国际打压 阿公啊打压 老公在欺负我们 你永远出这张牌 你可不可以拿一些新招来告诉我们 好那你如何反制吗 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马总统任内 他起码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断一个邦交国 而且那个邦交国断掉之后 他没有跟老公马上建立邦交关系 那起码证明了马总统时代 我觉得这个成绩单交出来 你想骂他那就骂吧 但是按照同样的标准 你要怎么批评蔡政府 你要怎么批评现在的赖政府 还有多少个邦交可以搞掉 还是要按这些所谓的台独的理念 只要我们把中华民国的邦交全部断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台湾自主独立了 刚无可能 世界的运行是真的是如此吗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 一个一个要拿出来 一个一个让大家去看 就是我们国家 我们的政府在民进党 在赖清德 在蔡英文两个人的执政之下 你们平常弃中华民国如必喜 把中华民国丢在旁边 国际的时候都不想看到国旗 结果在真正该去彰显我们的国威 去真正告诉全世界说 我们这一块宝岛上面 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结果你却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告诉我们的是 说我们在全世界 都有很多国家要挺我们 拿什么挺 你告诉我拿什么挺 你挺我们 总是要拿一些实质的东西 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挺我们这个友邦 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要在 什么世界卫生大会 Icare 很多的国际组织上面 帮他发声 请问一下有吗 我就问一下大家 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连观察员的资格 现在都没有 你除了一句老共打压以外 有没有其他句啊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吗 你跟我讲说 这叫国际能见度 但是该参与的地方 我们却没有能力参与 相较之下你 起码马总统时候 我们有参与啊 马总统时候 当时派了叶金川 当时的署长 去参与的时候 是不是还被一个留学生骂 嘿 你怎么可以叫 Chinese Taipei 你丢脸 痛骂一顿 有这个故事吧 大家回去查一查 回去Google一下 我要学董哥 你们回去Google一下 这些都 资料上面都有 对啊 那请问一下 当年你们怎么批评 马总统 当年你们怎么批评 马政府 而马政府确实也做到了 他们该做的事情之后 在民进党政府执政 现在八年要第九年了 依然没有办法进去 马政府时期 所曾经进去过的地方 然后你跟我讲说 我们的国际能见度 全世界人都在挺我们 你拿什么东西出来 给人家挺吗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的威胁 中国大陆的压力 我相信一直都 从长期来一直都存在 没有一天不存在 没有一天不存在 可是这样的存在 为什么有人有办法去处理 有人没有办法去处理 然后还要我们 百分之百支持蔡政府 百分之百支持赖清德 百分之百支持民进党 百分之百支持台湾 我告诉大家 爱台湾这三个字 不是 不是民进党的专利 他们现在就想把台湾 变成他们的专利 他们想要把爱台湾 变成只有民进党 有台湾价值的人 才可以使用 这就是真正在分裂 真正在分化我们的国家 这就是真正的 把我们整个国家 你要切开 你们只要说任何一句 中国大陆好的 你就是不爱台湾 林一成你怎么可以说 你是成都人 你没有台湾价值 滚蛋 这样做只会让我们 自己的好朋友越来越少 这样做只会让我们自己 内部产生更大的分裂 更大的分歧 所以我觉得在此时此刻的 台湾 我们应该要拿出来的是 我们可以帮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友邦 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些 我们想要参加的组织啊 或者等等的 国际上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拿得出手的是什么 然后糟糕世界 让全世界知道 一步一步的走出去 把过去我们可能失去了 一个一个想办法去争取到嘛 中国大陆的打压 我告诉各位啦 明天还是在 后天还是在 一年后还是在 但是这个不能永远拿来当借口 只会让大家看到 民进党政府 赖心的政府 对于外交上面的工作 是如此之无能的 好 今天的心理医院新观点 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Alan田芳伦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